关于这场战事其他周边的动态 我们待会还会持续报道 先来关注的是罕见的纽约跟华盛顿 两大城市的市长召开联合记者会 他们全力追弃连续攻击街友杀人案的凶险 报道当中监时期录下了 犯案他会先用脚踢醒熟悉的街友 马上近距离枪击夺命 谋杀手段非常凶残 美国的疫情渐渐趋缓 所以原来政府征用了收容街友的旅馆 就不再供应给游民了 很多游民朋友又回到露宿的生活 以至于沦为连环杀手的猎物 美国两大城喊话一定要尽快破案 2021年纽约市人口平均年薪约147万台币上下 租个一房一厅住宅 平均一个月要8万4千元台币 在纽约有长久住处并不容易 干净整洁拉着旅行背包 卡斯提罗就是典型的不小心便街 街友的低型纽约客 突然失业 房东涨房租都可能让你睡街头 但他现在排队要进收容所避难 年轻力壮睡街上几天本不碍事 但现在他决定听警察的劝 晚上进收容所睡 因为连环杀手找上了街友们 让纽约与华盛顿特区两市市长和开启者会 死亡皆有一体在所住的帐篷火灾现场被发现 但死因却是刀伤与枪伤 悬赏经已从1万提高到5万5美金 因为几天后连环杀手移动到了四小时车城外的纽约市 3月12日凌晨 他打伤一位街友手臂 街友求饶保住命 一小时后凶手晃到纽约华部与苏活区交界处 这次没有给受害者求饶机会 弹道比对显示着无起攻击游民案 子弹是同一把枪支所发射 凶手犯案前还冷血地试图踩行街友 非常故意 认识这位街友的人来上班时才知道发生惨案 非常震惊 纽约与华盛顿警方印制传单对街友发送 有呼吁全体市民帮助气凶 凶手一身黑衣 犯案时遮住半张脸直露出眼睛 但摆密遗书在提款时被监视器拍到清楚脸部影响 跳凌晨行人稀少时下手 或趁街友熟睡时从外面纵火烧帐篷 警方认定这名连环杀手 故意挑选街友来杀害 因为了解街友弱点 只要睡着就难以自保 疫情期间旅客稀少 纽约市曾征用部分旅馆供街友住宿 但如今美国疫情渐缓 逐渐解封 旅馆将重新营业 街友们只能再回街头 至于政府的收容所 也不是所有街友们都敢去住 因为害怕与罪惨和吸毒者一起睡大通铺 因为过去他们也曾是按时付房租的普通人 人生低潮时更要小心安全 黄昏时分 纽约街友们排队登记进入收容所 希望今晚安眠 明天有工作能存钱 尽快脱离街头生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